今天館長為民國是來到六甘古中 交開105年度 夠由醫生參務做單位 聽出好好的訴求 來調整補助的經費 希望可以把夠由正確的經費 發揮出最大的效果 如果國小是百年大校 然後現時有一些急需要的設備需求 第一 就是我們的那個校舍根據 現朝更新的部分 有71萬 這些校舍的現朝更新的部分 已經非常的老舊 使用的連線都已經超過了30年 所以也到了非常急需更換的部分 第二是我們的校舍除來油漆工程的部分 這個部分也是已經使用了將近40年 出現了多嚴重的病癌 館長為民國在聽出了國學校的訴求之後 是馬上來做決定 這個活動中心 防水除臂癌整建工程 我們已經給了150萬 提出來新的新增的四個項目 我們派人去會看 因為150萬已經包含我們四項裡面了 所以這個視頻的重點 我們派人去會看 為了讓資訊公開透明 而且來聽出國學校的訴求 館長是來到六甲國中 教育這教育以上參與做團會 讓這教育經費可以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張茂縣政府每一個分級區我們都有舉辦分區的教育做團會 那我們秉持的資訊公開心態開放這個政策參與 所以我們今天的預算是參與式的一個預算 那我們要讓所有的學校都知道 我們給哪個學校的經費都是公開的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公開的方式 來尊重老師 尊重校長 尊重家長 那我們也希望大家能夠用這樣子來反映他們的心聲 來做為我們張茂縣政府辦理教育的一個政策 那我們也要跟家長講 我們營養午餐減半補助 我們還有兩萬五千位的學生 營養午餐是免費的 那我們剩下來的錢 我們今年已經花了八億五千多萬 來更新我們學校的教室 危險的教室 以及我們風雨的球場 我們認為說老師的生命跟學生的生命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台灣是一個多地政代的一個國家 我們經不起這樣的倒塌 危險到學生生命的安全 所以我們認為教室的更新可不容緩 現場是來了很多好好的代表 台國主表達好好的訴求 希望透過這個作單位 來幫助好好處理需要的補助 新中華新聞副中青六甲蔡宏報道 我現在教室